今早十点半 八百零在野玉财华小董家教三机构和校友会召开记者会 身为专业会计师的加写财政陈志和表明 财报是按照法规处理 先由老师收取电脑费 再由加写会计书记处理 并经过加写财政查账老师和家长以及主席审核 最后校长加写主席和财政会联署认可财报 并上交给州教育局核查存档 玉财加写指出 2017年财报所列明的十六万三千令吉 其实是电脑班和金明客室承报公司 在扣除成本后所支付的捐款 由于加写财报属于机密文件 再加上电脑班费用属于乐捐机制 因此无法一一汇报 建议说我们的首费 就是说那个 建议首费 最低要在最好了 就是可以达到那个项目 补习班呢 补习班我们是怎样 都有二十令吉 有不等的 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 明年或者是接下来 会不会也是分 像我讲的 因为别人会质疑 所以你们接下来 会不会也很仔细地写说 十块钱的乐捐 可能会有一个数额 二十块的乐捐 只有一个数额 很庞大的一个工作 我们都是义务的 这个都是义务的 这请了解一下 至于加总指责 五十万令吉补习费 不翼而非 玉才加协则回应 并非没有记录在案 而是把补习班和 二十六项课外活动的 四万三千令吉收益 记录在同一栏目 加协进一步重申 加协款项绝不可能流进 校长私人户头 加协强调 家长所支付的每一分钱 都用得其所 严厉谴责家总言论 破坏了育材效益和家长的信任 因此保留诉讼权利 请不吝点赞订阅